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湾区生活 假如您或您的家人有听力 视觉 语言 行动或记忆方面出现衰退或者有障碍的话 您知不知道加州政府现在可以免费提供一种特殊的电话设备 今天我们有幸为您请来的是加州电话连接计划的林小姐 请她来给我们介绍几款这种方便您生活的电话 林小姐 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这个电话其实它的全称叫做农亚残疾计划 但实际上它的适用范围是远远比我想象的广得多 对不对 您能不能讲讲对哪些人可以适用呢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 听力 视力 行动 语言以及记忆力 只要有困难不需要是说达到残疾的程度 只要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医生可以给你签申请表 你都可以符合资格申请 那我知道其实很多老人他比如说耳朵有点背 打电话去听不到 而且家里人很担心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按门铃也听不到 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帮助这样的老年人的一些电话设备呢 我们的项目里面有很多种电话可以帮助听力有困难的客人 拿这种电话作为例子 所有提供给听力有困难的客人使用的电话 都有这个声音的控制按钮 然后呢都有这个音频的控制按钮 通过这个音频的控制可以使电话变得更加清晰 使人听得更加清楚 同时所有的这个电话都具有这个扩音的功能 像我手中这款电话它可以扩音到50分贝 而市场上一般的电话最大的音量也不过是16分贝 所以如果你有听力的困难 那么你可以过来找一找 符合要求的这些提供给听力有困难的人使用的电话 那对于视力方面比如说有老花眼啊 清光眼或者是看东西不是很清楚 因为电话接的很小 对 对特别手机 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呢 我拿这款电话作为说明 大家一看到这款电话就知道 这肯定是提供给视力不好的人使用的 因为它的按钮非常的大 而且颜色的对比也非常的强烈 除此以外呢 所有的按钮都可以说话 可以说英语 可以说任何你需要它说的语言 那么这款电话呢 就是专门提供给视力不好的客人使用的 那对于行动方面有不便的 观众有什么特别建议吗 那有一些客人的行动只是有小小的困难 他说我听到电话铃响 但是我来不及赶到电话那 那么像我手中这款无线的电话 就可以帮助到你 这款电话的字很大 而且它是无线的 你可以带着到处跑 随身携带 除此以外呢 它依然是具有这个音量 音频 扩音的功能 它依然是所有的按钮都可以讲话 那么你说如果我行动也不好 耳朵也不方便 眼睛也不好 没问题 这款电话一样可以帮到你 那说到这儿 我其实想到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要出门在外的话 在比较嘈杂的地方的话 你听电话听不到 有没有比如说手机方面能够给 现在很多人都使用手机 常常有客人说 哎呀我的手机我实在是听不到 那么我们提供的这款手机叫做Jitterbug 这款电话你可以看到按钮比较大 而且电话本身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这个电话声音也很大 比一般的普通电话要大很多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需要 你可以到我们的项目里面来拿这款手机 Jitterbug 我们提供免费的手机 但是这个电话费用是你要你自己承担的 您这儿还有一款特别的电话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款电话是专门提供给身体的行动能力 有重度残疾的客人使用的 你可以看到这款电话 它不需要听筒 而是有一个遥控器来操作 我们可以预先把电话号码都存在这个电话机里面 然后轻轻按动这个遥控器的按钮 你就可以把电话拨打或者接收 那我知道您今天带来几款电话 实际上在你们网站上有上百种不同的 适合不同的方面行动生活障碍 有观众朋友可以使用的电话 有什么问题还是需要问的话呢 怎么样跟你联系呢 最好的跟我们联系的方式是跟我们打电话 1-800-374-1700 好的 非常感谢林小姐今天来给我们介绍 这么特殊的几款电话设备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谢谢 谢谢